但另关心在台北市发生一起离谱的性侵案件 一对熟职联手性侵隔壁年仅15岁的弱智少女 不过最近因为少女怀孕曝了光 而少女的父母痛诉她们根本就是羊住在狼群的隔壁 那么狼叔表示呢他们两个是两情相悦 不过也涉嫌性侵对少女的侄子呢却齐齐 冲撞记者是相当恶劣 被指控性侵的严姓男子情绪激动 一度打算冲撞在场媒体 原因就在于住在这户的熟职被隔壁邻居指控 性侵她未成年的女儿还让她怀孕堕胎 真的很可恶件事不是人 儿子都跟我说妈妈她又来找姐姐了 她又打电话给姐姐了 那姐姐会不会又不见姐姐又回不来了 担心女儿的安危妈妈出面控诉 认为色狼熟职诱拐女儿并且加以性侵 但是严姓当事人却说 和小女生是两情相悦 甚至愿意负起责任 她负责 是他们家说她不让我负责的啊 他们家要求 她也是要我一百万 我哪有那么多钱 那你愿意娶她是不是 我一定娶她 那我只有跟她讲说好啊 那你要娶我女儿 那你拿一百万聘金出来 这只是水狗题 这并不是去跟她要一百万 请她不要误会 她像代表上一样 跟丢子间一样 说你一定到希腊吗 严姓叔叔一方面表示 愿意对女生负责 但是又插香恐吓对方 拿出女儿的堕胎证明 陈妈妈相当心痛 就算双方真的是你情我怨 但女孩只有15岁 欲情欲礼 甚至在法律上 男方似乎都站不住脚